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 南宋和金的互动 北宋末年 就是在寮的北方 出现了另外一个 新兴的民族 就是女真人 他们叫女真 这个女真族位于中国东北这个地方 后来建了这个国叫做金国 女真人一开始臣服于寮 臣服于寮这边 后来叛寮 同时一步步开始往寮这个地方 想要把寮把它吃下来 攻灭寮国 那在这过程当中 金人就想 如果他可以连结宋 金在遥远这边 他连结宋 一起灭寮 这样子也不错 所以他们的策略呢 宋朝也觉得不错 就来个策略叫做 连金灭寮 因为冷多人在讲 禅渊之盟之后呢 也没有收回燕云十六周 而且北宋还要给寮 每年都要给税壁 这是一个大尺入尾 所以呢 就跟这个金国约好 如果呢 一起把寮给他灭掉了 那到时候呢 把给寮的税壁 把它给金 但是呢 拿回燕云十六周 所以呢 开始有连金灭寮 这样子的一个策略 可是在这过程当中 金国发现 北宋的军事实力 不堪一击耶 非常的弱 那所以呢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哇 他这个金国把 燎给他灭了之后呢 继续往南进攻 往南进攻 肆无忌惮 直接就打到了开封 我们看一下 再放大一点 直接就打到变金 这个地方 最后 就是 金把辽给灭掉之后 顺便把 把宋给灭掉了 所以呢 我们看一下 定都在变金这边的宋 我们就把它叫做北宋 后来皇室呢 往南逃到临安 这个地方来 因为定都在临安 在南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的宋把它叫做南宋 这边 所以可以看一下 有北宋 还有南宋 那 经朝攻破了这个首都 汴京 之后呢 俘虏了大量的北宋 君臣 包括皇帝 这边讲的 宋清宗 还有他的爸爸 叫做宋徽宗 都被抓到非常遥远的东北方去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 靖康之火 这是宋清宗的年号 历史上我们就把它叫靖康之火 那这场动乱当中呢 宋朝皇室 只有一个成员 幸免于难 为什么呢 因为他当时不在开封这个地方 所以他一路南下逃到临安 杭州这个地方 那他一路逃 因为我说 金国人发现 宋朝原来这么弱 所以金国 他也一路追追追 一直追 还渡过了这个淮河 然后呢 长江 长江这个地方 一路一直追 这个宋朝的这开国者 高宗皇帝 为了躲避金人的追击 他跑到海上 的舟山群岛去 乘着大船 跑到海上去 躲了四十天 等金人跑掉了 他才赶回到内陆这个地方 所以宋高宗 南宋高宗 宋高宗 作为南宋 政权的第一个皇帝 是在苦难当中 慢慢把局势 稳定下来的 因为他没有自己的军队 他凭借的就是 他是徽宗的儿子 的这个身份 那南宋呢 在他手上忠心 重新在南方这个地方 建立稳固的统治 也不是这么的容易 因为我刚刚讲说 这让金人觉得 好像要统一中国 要把这版图拉到长江以南 其实没有这么容易 这样子慢慢的双方才开始 就有了谈判 的契机 就是所谓的宋经议和 也就是说南宋朝跟金国又定合约了 形成了我们在地图上的 这个南宋和这个金国的长期对抗 这有点乱 形成了我们在地图上面看到的这个南宋 还有金国长期对峙的局面 那这次签订的合约跟产冤之盟就不太一样了 第一个 双方不对等 为什么呢 因为南宋是称臣 这个金国是君主 所以要向金国称臣 第二个 和平不稳定 也就是说 刚讲到的北宋和辽签订的残渊之盟后 维持了120年的和平 可是南宋和金 这地方当时在绍兴年间 签订的这个合约 双方有陆陆续续的发生冲突 就是宋朝会有北伐 宋朝会有北伐 然后金国会有南清 所以呢 基本上 宋金之间 合战不定 到底要合还是要战 这个常常在宋朝内部 引起比较大的政治 纷争 那个北宋跟南宋的对外关系上面 签订的所谓的合约 一和合约 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课本 有讲到岳飞的这个 满江红 这个叫满江红 这首词里面就讲到说 靖康尺 由未学 臣子恨 何时灭 这岳飞是南宋中兴四大名将之一 他这个岳家军也非常的有名 当时南宋高宗 还有他的宰相 他宰相很有名 大家知道吗 叫秦快 之前有去过杭州那个地方 有去那个岳飞庙 结果就有看到那个秦快 然后那个雕像是跪在那个地方的 总之高宗和秦快是想要合 可是岳飞希望赞 岳飞希望收复中原的师徒 希望收复汴京 希望灭掉金国 因为金国都欺负宋朝 希望洗刷靖康年间的耻辱 然后希望把这个宋清宗 宋徽宗和宋清宗 这两个皇帝 被抓到东北的耻辱 把他洗刷掉 那是一个 其实他们被抓到哪里去 你知道吗 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寒冷的地方 他们被抓到了黑龙江这边 被抓到黑龙江这边 你可以想象一下 宋徽宗的角度 这个皇帝人生反差很大 他很有才华 很会写书法 书法写得很漂亮 我大概找一张他的书法 给大家看一下好了 也很会画画 喜欢在后宫跟宫女放风筝 前半辈子 他过着享尽荣华富贵的生活 可是发生了静康之祸之后 他就变成了俘虏 俘到遥远寒冷的北方去 过得非常辛苦 徒步行走千里 这样一直走 一直走 然后到天寒地冻的地方 惊人让他自己自主 所以自己要养活自己 据说宋徽宗死掉了之后 就好好的一个身躯 就被丢在那个池子里面 后来给他当蜡烛 烧了 所以这宋徽宗前后一辈子的生活 反差很大 我来找个宋徽宗的字画 让大家看一下好了 等一下 好那刚刚跟大家说 要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宋徽宗的字画 这个字画 他说呢 这个叫做五色鹦鹉 他有一天看到 这五色鹦鹉把它画下来 然后呢 他这个字体很特别 对不对 这个字体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 寿晶体 大家应该有看过 你要在用电脑的时候 有时候你装的是那个字形 那字形呢 有一种选项叫做寿晶体 这寿晶体就是宋徽宗 的字体 其实是一个材质啊 不过后来命运很坎坷 来回过头来 我们继续谈谈南宋和周边 民族的一个互动 刚刚提到说 整个这个南宋 到底要和 还是要战 要如何处理和经朝的关系 一直都是政治上 非常重要的大事 那因为要不管是和 还是要战 都涉及到国家的大政方针 这种情况一直要到蒙古 蒙古 从蒙古高原崛起之后 开始改变了 也就是13世纪之后 这股新的力量 在北方崛起 开始改变 整个东亚世界的一个面貌 那蒙古 那蒙古呢 带给西夏 带给金 比较大的压力 后来南宋 也感受到压力 因为蒙古 统一了蒙古高原 之后就不断的往外扩张 往外扩张 那东亚的部分呢 它在东亚的部分呢 相继的灭掉了西夏 又灭掉了金 最后也把南宋灭掉了 这个我们在下一节 三至二会再进一步的介绍 那关于课本阅读的部分 那我们来补充一下 首先我们说北宋 是定都在汴京 在汴京 然后呢 南宋就是在临安 杭州 就是今天的杭州 那南宋人称临安 叫做行寨 那行寨就是指皇帝 走到所在的地方 所以基本上 它不是正式的首都 它是临时的首都 临时的都城 这表示说希望 有机会的话 还是可以 要收复中原 不过实际上 不管是宋高宗 或者是宰相勤快 他们都主张 是对金国要议和 我们刚刚说到底要和 还是要战 那这个皇帝和秦快 都是组和 那所以呢 金人就说 南宋你要和谈的话 有一个条件 就是岳飞 不能活 所以在历史上 宋朝 南宋朝廷 以十二面金牌 命令岳飞 岳飞本来是要罚金 北罚金国 然后呢 要命令岳飞 从罚金的前线 撤兵 停止讨伐金人的军事行动 立刻回到朝廷 为什么宋高宗 要对金人和谈呢 小说里面有一种说法 就说他一路被金人 一直追追追 金人的寄兵追赶 然后呢 吓死了 上 那当时呢 就说他一辈子 面对金人南下 都是很害怕的 因此他主张 对金人要采取 议和的政策 那事实上 在文献上面记载 宋高宗 真的在前唐江 杭州是前唐江 在前唐江边上 就杭州的江边上面 随时的准备 十几艘大船 这大船要做什么呢 就是要来逃难用的 那如果金兵呢 如果金人的寄兵南下 一旦呢 越过了长江 那他就会 循着之前逃难的经验 逃到海上去 我之前有去过 那个前唐江的地方 你看过去 真的是江面非常的大 要逃难 真的会比较容易 以上呢 就是我们的课程 不过这边 再帮大家复习一下 就是 北宋和南宋的外患 我们看一下 北宋的外患 有谁呢 有辽和西夏 那南宋呢 南宋的外患有谁呢 大家可以 从地图上看一下吗 有金 那西夏是不是 南宋的外患呢 基本上 因为西夏 已经被这个金 隔绝 隔开了 所以我们在 讲南宋的外患的时候 比较是没有讲到西夏 那最后蒙古 把南宋给灭掉了 所以南宋的外患是 金 还有蒙古 来 我们来牛刀小试一下哦 没有 充电站 先看一下充电站 禅渊之蒙 他说 蒙约中规定 宋每年支付 辽国 银 汉捐 那每年都给的 叫做税币 然后划定 宋 聊 边界 来 看一下 白沟盒 看一下 来 大家看一下 这边的河 叫做白沟盒 所以划定界线指的这个就是 指的就是白沟盒 边界这地方 那双方君主 约定 与兄弟 送兄 辽 弟 互称 那内容呢 不同于传统汉人的政权的对外关系 因为它是比较平等 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来 想一想 他说 宋朝的降临 岳飞 曾写下满香红 靖康池 尤未学 臣子恨 何时灭 他的意思是说 靖康年间的耻辱 就是 宋卿中安 徽宗被 如到遥远的 很冷的黑龙江那边 然后至今还没有被学习 作为国家臣子的愤恨 何时才能消灭呢 他说 请问呢 岳飞在什么样的历史情境下 写出这样的文字 大家要不要想一下 来 靖康二年 金兵攻陷 宋朝首都 汴京 取得黄河流域的统治权 导致宋朝王室南迁 这个事情呢 激励部分的宋朝将领 积极抗金 也就是说要战 要收复原来的土地 来 我们来看一下习作 他说宋朝呢 曾经与外族签订一项盟约 盟约的内容呢 是两国约定是兄弟之国啦 那辽圣祖呢 因为年纪幼 当时有个太后 叫做 跟大家介绍一下 叫做 肖太后 称宋真宗为兄 那这项盟约对宋朝 有什么意义呢 这盟约指的什么 这盟约当然指的就是 禅渊之盟 来 那禅渊之盟有什么意义呢 建立至高的皇帝权利 因为已经是国与国对等关系了 扩大宋朝的疆域范围没有 维持原来的疆域 白沟河为戒 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 对 因为他已经是国与国的 这个就是一直在重复 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平等关系 来 白沟呢 彻底解决外患的威胁 没有啊 外患还是存在 每年给税币 所以答案是C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一课就上到这里了 那我们下一次再见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